大家好,我是Experience 文宋宋宁 我现在已经是在录学状态,我已经在学院的宿舍住了 相信一些朋友同时也知道 我有说过要录视频,会提到他们 其实我是想说说我2018年这几个月 这几个月所遇到的事和人和事 尤其2018年,虽然讲还没有2017年过那么精彩 可是2018年给我带了一些转折点 已经在工作的时候,现在也没有工作了 其实也很感谢这几位同事吧 我记得我在大概1月中还是1月尾的时候 我参加了自己的,我加入了GVox的行业 当时身边有一个同事啊,他叫阿伦 阿伦如果不是阿伦的话,我相信我可能也没有办法 意识到自己在沟通方面的错误 因为我这个人说话就很直接了 所以很容易得罪到人 如果不是阿伦的话,我可能也没有办法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也不会意识到自己有一些种种的问题 或者甚至是在工作方面上有一些 呃,出现一些懒 呃,出现一些懒 像是偷懒的事情之类的 也会感谢他啦 如果阿伦的话,就也不会改变到我们自己的呢 还有谢谢,还有谢谢各位同事啦 小Gena,阿Jes阿,那些人 啊,还有我们的上司,Redis 啊,现在,现在我两个兄弟,名单 还有日生,在里面工作啦 希望你们好好照顾他们两个啦 我相信他们应该也比较那个什么啦 也不用我去放心啦 真的 然后就,呃,现在就换回我 呃,就回来我说,呃,我管理到我自己吧 其实,呃,我从 我从,这个二十,二十一号开始进一个学院 啊,二十,到了二十号的时候开始 开始了这个,开始了这个,啊,新生的这个交流会 啊,第三天的时间里,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也就是,二十四号的时候 就,我就,我就重新思考了,我重新思考一下未来人生 当时请到,啊,一些,就,其实当时,当天晚上的时候也请到一些,一些部导组织来我们的,来我们的这个,学院给我们进行的讲座 嗯,但是吧,就 那时候就,有一种,很伤感的,这个,感觉吧 就,就,� satu南式的,感觉吧 額,啊,啊,嗯,那,在那个福导师,福导师,那这个, 就是叫我們給自己還有父母洗澡的時候,我哭了 其實也不是我哭吧,在場很多其實都哭了真的 其實在2018年來我也沒有想說要遇我累,因為累我也弄很多次 但是眼淚還是流了這樣 其實現在到入住宿舍我還是有點 就是 也可以說是不習慣吧,就是對這裡的環境有所保留吧 不敢把自己全身浮露在这里 因为对我来说家里才是我的存电站 这里不是 所以就是我在短短三年的关系面的地方而已 我也没想说在这里 把它在这里当成我的另外一个家人是我的 因为我这个人会比较厉害的 我虽然是个自由主义者 很爱往外跑 可是 可是不代表说我是会整天 舍弃一家旅人 然后到处走到那种人 我也不是想成那种人 但是这不代表吧 我会把我自己锁在这里的世界 我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我还是很向往的一支文化 就是往外跑的 我也不多说 我也先不多说吧 这些话里到后面才说 我就先给大家看看一下 那天 星期二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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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是星期一晚上的时候 当时这个报告中心 这个 在场的这个讲座活动 就是 给自己加油 加油打气的这个 这个阶段的时候 就给大家看看一下吧 可以 她会拉sen一下 空的看 她会拉那样 他会拉成这样 这样 哈哈哈 菜单 这是善良阿悲 善良阿悲 她们在家里面 他们很高兴 但他们又咬到一种 我们一起在一起 我们是同样的 同样的 美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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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This is Kulis Yes and Bajaran Jum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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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daw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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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好 Yah Alright OK Dipenkantung позениば saya 其实当时来主持讲座的就是这个 Academy Icon Muda Malaysia Icon 我会在这个视频的下方 标记他们的这个Facebook专业 也是感谢他们吧 如果不是他们的话 我也不会再重新思考我的人生 其实看我好像什么都不理的样子吧 我是大致上已经制定好我的人生计划 可是我都因为来自中国的武汉的朋友说 也想到可能过于简单 我想想好像的确是这样 因为我大概自定的大概未来的人生就是 工作 玩 就这样 因为我也没有说想像一般的人一样 人家做什么组织家庭什么的我也没有这么想 可能找另一半吧 另一半的话我是觉得就看你困扰 因为这种东西我们文青也告诉过我这种东西就很难说了 来了就来了也不知道会怎样 其实我也不想 我只是想做一个自由的人 我只是想做一个自由的人 不想给太多东西舒服着 可是工作还是必须要的 因为工作是你生活的一个部分 来支持你生活的一个部分 我只是觉得以后就把工作当成一个乐趣吧 一种消遣活动这样子 我就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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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一个很爱 很爱往外跑的人 就 我就希望 在以后 在以后这十几年的人生里 我就有机会到 各个国家去游玩 去了解 这个世界 意思吧 可能看我是一个少年 可是 我也对现在的社会世界 就比较 了解了他的 了解现在这种 成年人的世界 就感到很 就是说感到很 有点 惶恐吧 可以算是说 惶恐吧 就 也不相关 这个 成年人的世界 感觉成年人 就 肯定的话 感觉成年人的世界 是很复杂的 可是 以后你又不得不过那种生活 我 又感觉好像 有点像在逃避吧 可是 又不像在逃避 就是感觉 呃 呃 呃 我相信你们 呃 现在那些 成年人的朋友 比如 我的一些同事 呃 还有我那位中国武汉的朋友 还有我的父母 都应该会比较了解吧 你不得不去面对他 真的 好像是个死鬼局一样 我就 其实我都不想做那种 任命 任命的那种成年人 我只想做那种 就是 敢于做自己的成年人 就是 他在 说这个讲座的时候 啊 我就想想以后未来 会变成什么样子 呢 其实 我 蛮 怕老的 真的 我不想承认我老了 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当然啦 我当然啦 我现在还不是很 我现在还不算老 我就 是 我很怕老 你可以以后变成老了 人你老了 你死了 可以发生 呃 会发生什么事情 啊 就是 如果你说说 明知道他 明知道你会变老 可是 你 还是 你就是 很怕 就很怕变老 你很怕死 因为我就是那种怕死的人 我说怕死吧 不是说我胆小 我是 怕说以后我死了 这个世界会变什么样子 所以我才说我怕死 另一方面呢 我也很怕 啊 我 我 看着我的父母 越来越老 这个 所以 那当时 想到这个的时候 我就 哭了 这个 为什么 因为就 怕 我和父母 慢慢老了 然后 走的时候 就是要自己 哪个妹妹的时候 然后 为什么 什么 感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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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有点可以用得下来 这个 所以 我其实 对未来有一种 第一 我对未来有一种 双方吧 可是 会被他感到很害怕 真的 所以 我希望以后 尽可能的 快乐的生活下去 不想给自己找一些 有的别的东西 找一些多一个东西来做吧 因为 用得 透过自己的 同事生活 我不想 走的 其实 我就是不想过那种 像我父母这样的那种 过班式的生活 我不想过那种生活 我更想玩的是 自由自在的生活 在这里吧 就感谢我的 父母 我的这几个兄弟 我的几个兄弟也是 在我的人生 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像 永洁 岳生 比干 韦德 他们等等 还有一些小学的朋友 以前从小学认识的同学朋友 感谢你们出现在我的 人生 真的 那老天注定 老天注定 老天注定 你能变成我生命 你的过客 让我们特别 真正的朋友 和兄弟 我们就互相 就是互相支持 互相支持 互相关门 互相关心 就 我希望 我这几个兄弟 以后都会过得很好 会 不是 会有 希望 希望他们会跟我一样 会有更美 会结束到更美好的人生 我说这个话不是 神秘识别吧 就是 突然一天想着他想说的 真的 估计是饼干 他教了我最多人生的道理 让我 让我了解 让我了解 这个人类的事情 没有啊 这个 没有他们自己兄弟的话 而且 我这短 我这短暂的中学人生 中学生涯就 比较 就比较孤独 比较单调 然后 再感谢我的 同事 之前的同事 尤其是阿倫 阿倫 阿倫 因为你们 也没有现在 也没有现在 有一点改变了我 也让老天 让我在我的人生里面 遇到了你们 这几个同事 希望以后 你们也会过得更好 我们 我们是还有机会在见面的 所以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大家 真的谢谢